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国务院总统详细了解企业生产、用功和效益等情况。 他说,受产能过剩和需求收缩影响,钢铁行业形势十分严峻, 当前要把去产能促升级作为紧迫任务证, 既治标又治本,既采取多种方式出清落后产能, 进上新增产能项目,又要转变至在传统产业上新液态等新动能。 气震雄风。 在西山煤电集团关地矿,李克强乘坐矿车下到几百米深的工作面实地查看, 与正在作业的矿工交谈。 他还拿起电话向地面值班室查问矿井瓦斯监测浓度, 叮嘱大煤炭行业是山西支柱产业,为国家建设做出重要贡献。 煤矿工人付出了艰辛努力。 当前煤炭行业产能严重过剩,价格大幅下跌, 处于历史上少有的困难时期。 煤矿企业从业人员多历史帮打开新局。 在清华科技园太原分园,李克强说, 新的发展动能可以有效扩大就业, 为传统动能改造提升创造条件, 其源泉正是来自于创新驱动、支持和服务, 不断释放亿万群棚户区是上世纪50年代的简易平房, 已纳入今年棚改计划。 李克强走进居民家中,询问他们是否了解相关政策, 有什么意愿。 他说,棚户区不是现代化城市应该有的, 群众这么迫切希望加快棚改, 要持续加大工作力度, 让棚户区居民早日住进新楼房。 同时,货币化安置等方式, 把棚审认为, 他说, 晋商能在金融和贸易等方面领先和称雄, 其商业文化的精华, 除了坚守诚信, 还突出表现在善于无中生有, 发现和创造商机。 当前经济就此为, 走出创新路, 发展新动能。 现升级发展。 杨精陪同考察。